他是H国让人闻风丧感的黑帮世家小子 却被迫连营嫁给敌对的黑帮少爷 他叫杨慧珍 是一个黑帮三代 他祖父的拳头可是文明于世界 但他的父亲却不甘于此 后来转型到了建筑行业 在取得不错的成绩后 取名于强悍建设 和差不多的门康建设 形成了竞争的格局 他们表面看起来是正经建筑公司的职员 但实际还是暴力打扰 为了争夺一块地皮 他们会像疯狗一样互相思赢 就这样 两家公司彼此牵制 行水不犯河水地度过了20年 但最近以恐怖的速度 崛起一家建筑公司 他就是奥尔妞建设 不仅打破了他们的竞争关系 还开始侵占两家公司的市场 杀人更是他们的家常变贩 于是感受到危机的他们 准备决定商业联姻 合力对付奥尔妞建设 而作为父亲唯一的女人 他为了摆脱黑帮三代的这个身份 早在九年前就和家里断了联想 从此再也没有花过父母一分钱 他一直在一家药店上班 他的哥哥找到了他 并告诉惠真让他去联姻 否则他们将会家破人亡 心善的他还是决定回到了那个家 代替家族去联姻 这天 一个豪华的酒店门口 停下了一辆黑色豪车 惠真优雅地下了车 旁边跟着十几个保镖 这样的情况他早就习以为常 豪华的酒店里 保镖们确认安全后 才护送惠真进入了相亲的地 而那个男人早已在此等候 你好 我叫金武康 一个富可敌国的千金小弟 却被迫替家族联姻 他坐着豪车来到相亲地点 想用无理的举动让那个男人讨厌他 从而放弃和他结婚的念头 首先他忽略向他伸手问好的男人 冷冷地说道 我叫杨慧真 他安静地坐着就开始喝酒 想让男人知难而退 但男人却一脸眉开眼笑 还告诉他很期待这场婚姻 慧真却是一脸无语 但他记得明明和他相亲的人是他的哥 却在前一天换成了弟弟金武康 也就是眼前这个男人 但慧真却一点都不好奇其中的原理 因为他觉得和谁结婚都是一样的 这场婚姻根本容不得他插手 整个过程的交谈中 慧真也一直用言语在挑衅他 他觉得自己已经够无理了 而这个男人却一直在笑 他决定使出杀手锦 他觉得这是所有男人最讨厌的心意 他望着男人说道 你床上功夫好吗 此话一出男人以为自己听错 而慧真告诉他自己讨厌无趣的男女关系 但男人还是微笑地告诉他 希望他们能够慢慢地互相了解 但下一秒就靠近慧真 不过 我当时喜欢对自己的女人言听记者 这时男人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只玫瑰 慢慢地凑到慧真的跟前 一脸坏笑地说道 你可以先亲自感受一番 随后男人一个指示 告诉保镖要在这里休息一回 保镖立马心领神会 好的 精彩 男人伸出手邀请着慧真 慧真也感到情况不妙 这个男人完全超出了他的计划 慧真突然转身准备离开 告诉他你很适合结婚 因为这么无理的要求你都能接受 男人还是一脸开心的回应 因为他很听未婚妻的话 他当场厌恶 慧真一脸惊讶 这时他也才想到 这个男人和自己也是被迫联姻 并不是只有自己才是这场婚姻的受害者 想到刚刚那个男人一直对他那么温柔 自己心里却有点愧疚 他向男人道歉着自己刚刚无理的行为 因为他也要和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 而这时男人自信地告诉他 我不是被迫 我是自愿的 这个男人代替自己的哥哥相亲 却被眼前的这个女人相中了 不久后他们就来到了顶级婚纱店 店员为他收拾着美美的造型 穿上了独一无二的婚纱 但他却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这场婚姻根本由不得他选择 这时店员拉开了帘子 才拉回了他的思绪 一个修长又美丽的背影出现在眼前 两人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 男人看呆了眼 他轻轻抚摸着会真的秀发 此刻的你真漂亮 男人也打趣地说道 我这身好看吗 看着这款礼服和他高挑的个子十分相配 慧真无法做出负面评价 他真的很帅气 心想如果不是流氓三代就更完美了 这时他会挥手表示他自己喜欢就好 可下一秒男人抓着慧真靠近自己 因为他想在婚礼上穿上慧真为他选的衣服 慧真一脸羞涩 这是在撩自己吗 随后男人带着慧真来到了珠宝店 店员们热情地招呼着 拿出了男人提前定制好的珠宝 慧真显得有点无语 明明双方都是被迫结婚 没想到眼前这个男人却做得这么周到 你有男人吗 此话一出慧真瞬间惊什么 他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想法 看着男人突然凌冽的眼神 感觉自己回答有的话 可能会立马弄死自己 这时他想起高中的时候 他鼓起勇气向自己的男神告白 但男神以只想学习的理由而拒绝了他 可后来得知男神拒绝自己的原因 竟是因为自己有一个暴力组织的家 而哥哥得知此事后也暴揍了自己的男神 从那以后自己的初恋就那样结束了 这时看着眼前严肃的男人 他反问着你有女人吗 男人果断地回应他没有 告诉慧真自己只有他一个女人 这时他拿起桌上的戒指 单膝下跪在他的面前 为他戴上了十八克拉的戒指 深情地望着慧真 我们好好在一起吧 以后保证不会让你的手沾到一滴水 这是一场轰动整个国家的婚礼 仅仅鲜花的总价就超过了两个亿 而这里的宾客还全是干过敲诈勒索的人 这就是黑帮世家的婚礼 而旁边正牵着他的这双手 不仅打过他的妈妈 还打过自己 想到这里会真就有点乌鱼 没想到这双手竟牵着他走起了红地毯 此时他的情绪非常低落 因为他要结婚了 可一个陌生人 这时他抬头看向那个男人 他还是那么的开心 这时父亲把他的手交给男人 牵着他的那一刻 慧真感到很不真实 虽然他们不会是真的夫妻 但现在他们却真的结婚了 但接下来最让人有压力的环节 就是双方父母的见面 明明是为了生存联姻 但对方都表现得杀气腾腾 就像是与对方同归于近似的 整个过程中他们会莫名其妙地争吵 最后自己的哥哥还与对方打了起来 而父亲们却在一旁一个劲的呐喊 看着这样混乱的场景 慧真很是讨厌 此刻的他只想逃跑 逃到一个没有人找到的地方 就在这时 一个温暖的大手握住了他 拉着慧真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他感觉那双手真的很温暖 让人感到很安心 就连坐在飞机上 对于非常恐高的他来说 也被这双大手而安慰到 这时慧真的腿突然抽筋 男人立马帮他揉捏 慧真让他放开自己 因为觉得那样很脏 但男人表示他是自己的女人 都可以舔他的脚趾头 这点事根本不算什么 此话一出 慧真满脸黑线 害羞地转身离去 随后他们来到了一个 让人心旷神医的地方 看着眼前的房子 慧真很是喜欢 周围的环境是那么地让人放松 管家还提前为他们准备好的晚餐 男人说道 我们来干杯吧 为了我们永远在一起 而此刻慧真却陷入了沉思 眼前这个男人讨论着他们的永远 而自己却想着赶紧接受 这个娇弱的女孩被人禁锢了双脚 眼里满是恐慌 这天夜晚 慧真和金武康走在海边 武康觉得很是幸福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走在一起 可慧真只想和和 警告他不能做出奇怪的事情 可下一秒武康就伸出双手 捧着慧真的小脸 凑近他的嘴唇说道 你说奇怪的事情是这样吗 面对这个暧昧姿势 慧真的心早已扑通扑通 正当两个人要进行更深刻的一步时 慧真大喊着金武康 这时他才收回了自己的手 打趣地说道 杨慧真 你这是作弊 因为慧真知道只有这样做 才能让男人死下 武康也不以为然 因为他觉得以后的机会会 也不差这一次 随后他们安静地走在海边 这时武康开口 他告诉慧真为了他的安全 以后会派保镖保护他 可慧真非常不喜欢那样 他告诉男人之前离开家 没有被保护的他一个人也过得很好 男人知道虽然他离开家过得有滋有味 但真的是那样吗 这句话瞬间点醒了慧真 毕竟自己的父亲不是普通人 很有可能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自己那时候的生活可能早已被监视了 这时慧真有点愤怒 他以为之前真的脱离了他们 还为此感到高兴 现在想想自己可真傻 这时男人表示不喜欢被保镖跟着 那就一直待在自己的身边 这样才能保护好他 还没等慧真反应过来 男人立马从后面禁锢住他 他想让慧真知道要是遇到危险 他是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 可慧真却一点都不着急 只见他一个抬脚 踩在男人的脚上 趁男人腾控时一蹲 一拳打在男人的胸口上 他拍拍自己的小手告诉他 自己虽然外表柔弱 实则是和气到七段高手 这时发现跪倒在地的男人 没有一点反应 慧真很是担心 难道是自己太过用力吗 他伸出手想要关心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 慧真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男人打趣地说道 直到最后一刻你都不能放松几天 可慧真却很生气 因为他害怕眼前这个男人真的受伤了 这时他擦着男人脸上的沙子 也注意到了他眼下的疤痕 这是他第一次看得这么仔细 而这时慧真看着他的疤痕 却想起了一个人 他个子也比自己矮 而且当时的他还戴着头盔 这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正在殴打一个少女 而这个少女正是他的亲妹妹 这晚慧真看着男人眼角的伤口时 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高中时期 那天他去找不回家的哥哥杨慧恩 当时的哥哥已经高中毕业是个成年人了 他不上大学也不找工作 整天游手好闲还抢路人的情 然而父亲认为长男是家里的支柱 而这跟支柱不稳的原因 怪咱妈妈没有照顾好家庭 所以心疼妈妈的杨慧真 一放学就疯狂地寻找自己的哥哥 而哥哥却抽着法子告诉慧真 等他想回去的时候就会回去 让他滚蛋 慧真气地开始颤抖 因为他不回去 妈妈就会被父亲暴走 所以他才这么地肆无忌惮 但哥哥却告诉他那又怎样 可以让慧真替妈妈挨打 然后随手打开烟盒 看到仅剩一根烟石 让慧真把身上的钱给他 此时的慧真只有愤怒 告诉他没有钱 就算有也不会给他这种人渣 听到此话的哥哥觉得他是疯了 竟敢蹬鼻子上脸 起身就要揍他 而慧真见此情况立马放下猪抱 向哥哥的大腿狠狠地咬上一口 碰得哥哥直接哑哑哑打击 哥哥一把抓住慧真的头发让死 而另一只手就开始狂揍他 但慧真却咬得更容易 因为今天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把哥哥带回去 随后握拳想要把哥哥打晕 可就在这时 一句不准打女人 瞬间让他愣住 慧真回头一看 一个戴着头盔的少年踢飞了自己的哥哥 看着倒地的哥哥慧真有点惊讶 随后少年一把抓住慧真把他带到安全里 可慧真却不领情 甩掉少年的手说他多管闲事 可下一秒 哥哥的大手抓住少年的头盔 慌得一声抵在墙上 扬言要好好教训他 可就在这时警车开始巡逻 杨徽恩不得不放手 他不想招惹上警察 拍拍手赶紧离开了 这时慧真立马扶起少年 表示谢谢他 但以后不要随便插手别人的事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斗争 少年点点头表示知道 可头盔突然碎裂开始掉落 眼角受伤并流下鲜血 这时慧真才反映过来 自己假结婚的男人 竟是当时的那个小孩 金武康告诉他 自己当时登场的方式很帅吧 慧真还是一脸不可置信 当时又瘦又矮的小孩 竟然长成现在这副样子 他们是一对签过契约的假夫妻 却不曾想着 是男人精心策划好的套路 为的只是想留在他的身边 因为那个炎炎夏日 他对他早已一见钟情 为了和他结婚 他不惜代价顶替哥哥和他相亲 也如愿以偿地 和他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只是慧真要求 写下互不干涉的契约 当然没毛病 因为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只要在一起 一切都会慢慢改变 今晚是他们的第一个蜜月日 浴室里哗啦啦的水流不断响起 健硕的身体上流动着性感的水珠 身体竟有些燥热 因为他的脑海里充斥着 在海边和慧真的亲密举动 还有他那微魂又惹人恋爱的小脸 他下意识地关掉了水 让自己冷静下来 而浴室外的慧真也是紧张不已 打开一瓶白蓝地就被自己撞到 他没想到不过是契约结婚而已 竟然会让人这么紧张 而且仅仅一天里 就发生了那么多事 他温柔地帮自己捏腿 还大胆地向自己施爱 想到这里慧真觉得欣慰 因为他俩不一样 金武康并不想和他假扮夫妻 而是想和他成为真正的夫妻 可是他偏偏不想 想到这里就拿起酒杯一眼而尽 发泄着自己的不愧 正当大口大口地喝酒时 滴答滴答的水珠润湿湿了慧真的肩膀 不看还好 一看吓一跳 毕头栩栩如生的豹子纹身崭露无矣 慧真正看得出神时 金武康顺势拿走了他手中的酒杯 你应该等我一起喝 看着他湿漉漉的秀发 和健硕的身体时 慧真羞涩不已 理智地推开了金武康离自己远 没想到却是脚下一滑 稳稳地被金武康给抱住 两人也因惯性靠得很惊很惊 慧真结结巴巴的怪金武康不穿衣服 还表示七月里说过 没有允许的情况下不准碰他 可话还没说完 武康霸道地说道 那就想办法让你允许 说完就吻上他那让人朝思暮想的小嘴 看着慧真既惊讶又羞红的脸蛋 武康的眼神充满了笑容 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居然被抢吻了 而且还是被一个野兽般的男人 慧真擦着嘴边的口水 嘖嘖嘖嘖嘖 真是个恶心的家伙 还没好气地对着七月老公吐槽 我说过禁止你碰我 男人却委屈巴巴地表示 难道你不喜欢吗 我可是非常喜欢 喜欢到要疯了 慧真却没好气地把毛巾扔到他的脸上 你给我闭嘴 然而金武康却一点也不慌 因为其他的话根本表达不出他现在的感受 仅仅是嘴唇的碰撞就让他喜欢到要疯了 如果是互相爱抚了 他羞愧得向慧真道歉 表示自己有点过程了 但他还是想和慧真有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和慧真待在一起的美人 他的脑子就只有这种想法 好家伙 这可被慧真想成了妥妥的渣男 而就在这时 武康委屈地靠在慧真的肩膀上 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冲动 对不起 我不应该强问你 更不应该说出想和你睡觉觉而吓到你 但是我不后悔 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 听完后慧真被羞红了小脸 此刻他却没有一点反感 而金武康牵起他的手指 告诉他就算是发了疯地想拥有他 也一定会征求他的同意 而且我会努力让你跟我心意相通 听完后的慧真思绪万千 明明自己应该骂他的 也一定会说 我绝对不会和你心意相通 可此时的他阴手指之间的温度太过足 让他实在无法开口 明明只是一句话而已 却又被他扰乱了心神 还不自觉地被他牵着鼻子 到了夜晚 轰隆隆的雷声让慧真久久不能安睡 又想到把金武康赶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不知道他睡得好不好 毕竟他应该也很累了 就在为他担心时 一句你睡了吗 慧真下意识地起身 就看到了那张人畜无害又帅气的脸 还笑眯眯地说道 打雷声太可怕了 我好怕怕 他抱着枕头来找老婆睡觉觉 笑眯眯地表示自己害怕打雷 亲爱的 求你了 你就通融这一次好不好 可慧真哪能拒绝得了这十分厚脸皮的金武康呢 你不知道你的脸比打雷更可怕吗 武康也只是笑笑回应 那你牵着我的手睡吧 慧真也不离婚 看着窗外刷啦啦的大雨 他真希望这个雨能一直下下去 因为他喜欢这个别墅 每天待在这里也不错 可此时的武康却有点难过 没想到这次结婚 让慧真最满意的居然是这栋房子 但为了想和慧真有更多的话题 他侧身忘了慧真 等雨停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马 他叫黄土 是他14岁时收到的礼物 而他也就被养在附近的牧场里 还以为深长地说着黄土是他的老朋友 所以特别想给他介绍一下我的妻子 听完后的慧真思绪万千 他以前总以为武康说出这些肉麻的话 是因为脸皮厚 但自从知道这场婚姻 对他来说不只是商业联姻后 他就没有办法对这些话一笑而至了 而这时武康告诉他 这里的天都是变化无常 明天一定会是个大晴天 还拍拍他千细的小手 为了明天 你要好好睡一觉 就这样持续了很久 慧真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手太过温暖 还是繁忙的日程太过疲惫 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还做了一个令人舒服的美梦 梦里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豹 他有着黄色的眼睛和凌冽的眼神 还有一身油光水滑的黑毛 慧真把脸颊埋没在他那温暖又柔软的胸口时 耳边还传来有节奏的心跳声 瞬间让他的心平静了许多 真的好温暖 而一句我也觉得很好打扰了他的美梦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 没想到静躺在武康的怀里 而武康也高兴地告诉他 能被你抱着迎接早晨 我真的好开心 而那一刻的他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心 谁不想拥有这狼戏般的小老公呢 媳妇只是喝多了 他便趁着酒精占他便宜 晚上只是轰隆隆地打雷声 他便装着柔弱药和媳妇睡觉觉 媳妇说饿了 他就化身为大厨为他制作专属的早餐 还告诉慧真和他在一起简直转饭了 因为半夜打雷会有他这样的美衣去准备 然后整上他的胳膊 还允许他的腿放在他的腰上 听完后的慧真也是差点见了眼望 就差一口气没提上来 连忙解释着昨晚上他以为是个娃娃 端着盘子离开掩饰着自己的尴尬 而武康看着他那害羞的样子觉得可爱心 果然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武康也兑现了带慧真来看马 看着眼前的一匹匹骏马 慧真的心情也放松了许多 而武康在一旁默默地拍下慧真的每一刻 看着他心情极好的样子 他也觉得一切都值了 而这时一个老伯牵来了一匹骏马 旧匹骏马就是黄土 武康开心地向他打着招呼 还告诉他 今天想介绍一个人给他 他叫杨慧真 是我的妻子 慧真看着眼前的黄土 虽然他不太了解马 但他能看出来黄土长得很帅 而且他觉得他和金武康长得很像 都是属于野兽系的长相 然而黄土也很喜欢慧真 用大嘴巴子蹭上慧真的小脸 慧真也被这一举动都笑了 而一旁的武康都傻眼了 认识他这么久 这是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 而慧真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那么的抑郁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令人窒息的假 这时武康用戒指启事 他一定会让慧真幸福和开心 而这一刻的慧真内心 泛起了从未有过的涟漪 难道是天气太好了吗 三天两夜的蜜月旅行很快就结束了 坐上飞机的他们也是欢声笑蜜 武康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 为他准备了安神的茶水 还讲笑话逗他开心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旅行的最后一个小时 都是那么的让人心情愉悦 可此刻的悠闲却马上要烟消云散了 因为下一个目的 是让他厌恶又抑郁的娘家 他出生于一个不幸福的家庭 父亲是一个干尽流氓之士 还把女儿卖出去的人渣 哥哥更是一个恶霸 吃喝嫖赌样样不辣 而妈妈却是一个卑微的连话都不敢说 只会看父亲脸色的人 他非常的讨厌这个家 然而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拜访娘家 母亲是热烈欢迎 而父亲却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金武康也不在意 谁叫他是自己的老丈人呢 该脸厚还是脸厚 该舔狗还是舔狗 哈喽岳父 好久不见 您又变帅了 说完就像他行贵败之 父亲对他的行为很是满意 只有站在一旁的慧珍感到恶心 他凭什么一脸理所当然地接受大理 看着这个不配当父亲的人渣 他坚决不会想他行李 而这时一声怒吼传来 杨慧珍你愣着干嘛 还不跪下 慧珍看着一无是处的哥哥心里瞬间不说 而哥哥也不理会 因为他知道慧珍的臭脾气 但他看在慧珍要给他行大理的份上也不计较 想到这个倔丫头能在自己的面前下跪 他的胜利感也是十足 而此时的慧珍也背弃地忍不住颤抖 武康见此情况 大声地说道 就让我来替他行此大理 此时的众人都惊呆了 没想到堂堂的世家少爷能做到如此地步 而就在他行碗里的那一刻 父亲怒了 因为他行的是祭拜之旅 此时的慧珍也傻眼了 这样帮他不仅会连累他还会被父亲讨厌 但武康还是站在慧珍的面前给足他安全感 坚定地告诉岳父 就算您再生我的气 我也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这边 只要是他不想做的事 我都不会强迫他 当然我也不会允许别人强迫他 听完后的慧珍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气到面红而赤的父亲 在旁边冷哼的哥哥 笔记一句话都不敢说 只会看父亲脸色的母亲 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 但今天却不一样 有一个站在这里支持他为他说话 还向他伸出双手 告诉他 你别怕 有我在 他们结婚了 新娘却要回自己的家 还约定只能做周末夫妻 就在刚刚 金武康带着慧珍从讨厌的娘家离开后 就立刻去了婆家 而他们的反应和慧珍的父母 却完全相反 他们很是热情 对慧珍也是关怀备旨 还给他们准备了丰富的晚饭 用餐期间也很是愉快 然而从金武康温馨的家里出来后 慧珍的心情也极度复杂 因为他的家里恰恰相反 父亲总会在吃饭的时候发火 然后母亲就会默默地 把剩下的饭菜倒掉 每当独自坐在冰冷的餐桌前 他感觉景盛的温度也被抽走了 对他来说家就是那种地方 但是金武康家吃饭的氛围 却完全相反 真的很温暖 此刻他才明白 原来家就是给自己内心充电的地方 他真希望自己在未来的某一天 也能适应这份温暖 而这是武康牵着他的小手 我们该回自己的家了 听完后的慧珍立马停住了 因为他想回自己的家 像今天这种日子 他实在不忍心说出这些话 因为会真看得出来 他对这份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而且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 但他实在没有办法 和一个突然成为他丈夫的人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虽然他露出了特别失望的表情 但他还是妥协了 因为他说过 他不会强迫会真做任何不想做的事 但条件是 每个周末 慧珍必须要回到属于他们的家 就这样会真和他决定 做一对周末夫妻 这时会真疲惫地回到家后 下意识地拉开窗帘 看金武康走了没 没想到他竟一直在楼下等着 虽然还有点生气的样子 但他还是照着会真的想法去做 会真挥手让他赶紧回去 但金武康还是有点依依不舍 在走之前尾上了自己的手指 像慧珍发射了啾啾的亲吻 好家伙 这一操作直接把慧珍看得目瞪口呆 下一秒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没想到金武康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这时慧珍想起 他曾经说过以后会让自己经常笑 看来他真的有好好在遵守成功 女人把自己的老公当成小偷 二话不说就暴揍了一顿 你是谁 为什么要闯进别人的家 可看到男人难受的面孔时 慧珍一下就不冷静了 男人正是和他分家睡的老公 慧珍很是生气 因为男人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就擅自闯入他的家 而且他还说过 谁要自己不喜欢的事他都不会去做 可现在对慧珍来说全是放屁 委屈的金武康只能默默听着 看着慧珍的样子 他是真的生气了 因为和那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解释 慧珍见他不说话就生气地走了 他一把抓住慧珍的胳膊 你家里竟小偷了 听完后慧珍才冷静下来 原来今天是慧珍结婚后第一天上班的日子 想念他的金武康在店外守了一天 就在下午时他收到了一条信息 慧珍的家里遭到了小偷 他着急忙慌地向警察解释着自己是受害人的丈夫 还拿出了他们的结婚照 才顺利地进入了慧珍的家 而里面早已凌乱不堪 他仔细地在家里探查了一番 确定没有在屋里安装窃听器和摄像头 也不是冲着人和钱才来的 而是一个警告 让他们知道他是一个随时都能进来的人 而且有能力威胁任何一个人 所以金武康把家里打扫了一下 正在做晚饭的时候就出现了刚刚那名 听完后的慧珍有点后悟 是自己太过冲动了 金武康也不怪他 因为自己的媳妇做什么都是对的 他为慧珍做好了香喷喷的意大利面 而慧珍心里却有点难受 自己是那么地对他 他却还是那么地好 他羞愧地对金武康说了句 对不起 而金武康却告诉他 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害怕吓到他 所以才故意隐瞒 而金武康为了会真的安全 他决定今晚要留在这里睡觉觉 因为我要保护你 我可以吻你吗 这是纯情大男孩对媳妇说的第一句话 但遭来的是一顿臭骂 今晚金武康挤在了慧珍的小房间里 为了小偷不会再次骚扰他 他最近要时时刻刻地陪在他身边 可看着心爱的女人睡在自己的旁边 心里总是泛起一股燥热 还想轻轻他的樱桃小嘴 各种幻想令他如吃如醉 可慧珍却不吃这套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他们只是契约上的夫妻 但金武康却不这么认为 他一直把慧珍当成自己的妻子 只要能有接近慧珍的机会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 就像现在这样 他毫不犹豫地躺在了慧珍的小床上 让慧珍睡在地上 因为床上有慧珍香香的味道 他很喜欢 随后他不要脸地掀开被子 你要上来吗 慧珍却冷冷地说道 滚蛋 还告诉他明天自己会在玄关处 加装防盗装置 让他就辛苦这一晚 金武康的眼里闪过一丝悲伤 但还是调皮地戳了戳慧珍的额头 告诉他没必要担心这个 因为他都替他想好了办法 而这一晚的慧珍也睡得格外安心 第二天 金武康早早地起来就送慧珍去上班 他们走在慧珍经常走的小路上 本来是他早已习惯的日常 可今天和金武康走在一起 他的心情似乎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还在店里向他的同事宣示主角 我是他的老公 更过分的是和他的同事聊得热火朝天 把他们的爱情经历都讲述了一遍 他直白地说慧珍就是他的初恋 小时候慧珍和他的父亲 来参加他爷爷的葬礼 当时对他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因为葬礼上大人们发生了一些争执 他只用了一句话就摆平了局面 而当时他的眼神和他坚定的声音 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而他现在也才明白原来那就是爱情 随后金武康离开了 还告诉他晚上会来接他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慧珍隐隐约约地记起了那件事 当时他是去参加某个流氓的葬礼 在葬礼上因为微不足道的事情发生了争执 最后还动起了刀 鲜血弄脏了整个地板 而就在那时他对流氓的厌恶也多了几分 可没想到在那个地狱般的地方 金武康居然对他一见钟情了 妻子生气地跑了 总裁跪在雨地里着急地哭了 因为总裁不想失去他 就在刚刚 他让自己的妻子看到了他最讨厌的血腥场面 明明平时很为他着想 今天却是那么的失误 看着他拿着带血的衬衫生气的那一刻 他知道自己做错了 也让自己的流氓身份更加明显了 金武康 你到底去做什么了 而武康没底气地说道 如果你知道了 可能会对我失望 这句话让慧珍更加抓狂了 早知道他会失望 一开始就不应该那样做 他愤怒地告诉金武康 我连家人都抛弃了 就是因为我讨厌那个永远充满血腥味的家 金武康一时愣了 他从未见过慧珍这么生气 这一刻 他很后悔 只见慧珍大手一甩 情绪崩溃地想要离开 金武康在身后连忙解释 是因为自己遭到了袭击 那个人闯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因为要抓住他才会这样 可气头上的慧珍哪会听这些 只是一昧地感觉到了欺骗 大不凛然地冲出了家门 明夜里 慧珍没有知觉地在街道上奔跑 只想逃离这一切 而金武康愣在了家里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他知道这一次他伤害了慧珍 可紧握的拳头告诉他 他不能这样放她走 他快步地冲进漂泊的大雨里 着急地到处寻找慧珍 终于在这时 他看到了大雨中站在路灯下的慧珍 他的全身已经湿透 金武康挡在慧珍的面前 想要慧珍听他的解释 告诉他自己没有像流氓一样 做伤天害理的事 可慧珍却极度反抗他 告诉他自己的哥哥和父亲 他们也从来都不觉得 自己做的那些事很异谱 所以才会更加讨厌他们 看着慧珍坚定不移的眼神 金武康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 自己算什么呢 他可是一个因为讨厌流氓 连家人都可以狠心抛弃的人 而自己不过是商业联姻 才扯伤的外人 只要他想 可以随时抛弃自己 可他不想被抛弃 也不想让他离开自己 因为他爱他 这时他卑微地跪在雨地里 像个受伤的小孩 祈求眼前的人不要离开他 看到这一幕 慧珍也傻眼了 你干什么 金武康大声地告诉慧珍 我不会再辩解什么 但是你真的不能离开 因为我受到了袭击 这样表明你也会受到袭击 而要是回到娘家 他的家人也可能会有危险 金武康表达的颠三倒四 但他也不在乎 只要那些话里有一句 能留住他就好 而且自己也沉默过 绝不会让他受一丁点伤害 他伤心地拉着慧珍的手 求求你相信我 杨慧珍 我们回家吧 他们是一对先婚后爱的小夫妻 女主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 却极度讨厌自己的原生家庭 因为她的家庭全是无耻的流氓 她讨厌血腥的场面 而男主的家庭也是流氓世家 所以她对这场婚姻是极度的反感 可结婚后 男主带她远离了这些 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小家 她包容了慧珍的一切 因为她是这辈子 自己喜欢上的第一个女生 从看到她的第一眼起 就再也没有忘记过她 为了和她结婚 她付出了很多努力 踏入她的私人空间 慢慢的 他们的关系也一步步的变好 可这一天晚上 一切都结束了 这天的雨很大 金武康和慧珍回到了自己的家 然后告诉慧珍自己 还有事去公司 让她先回去 慧珍也没有生气 只是告诉她 快点处理完公司的事 自己在家等她 听完后的金武康先是一愣 随后满是笑语 因为他们有很多房子 只有这个房子 才是属于他们的家 而慧珍说的是在家等她 她紧紧地抱住了眼前的慧珍 感觉满是幸福 他们互相打完招呼后 金武康才依不舍得离开 而她现在就要去公司抓内奸 因为过去的一周里 她一直在研究文件 因此明白了一点 设计图里一定有崔主管 想要极力隐藏的秘密 而且像她那么滴水不漏的人 势必会派人抢走 或者销毁文件 而且已经确信她会派人来 所以她早已准备好陷阱 等待猎物 办公室里 一个男人猥琐地寻找着东西 而旁边的金武康 早已再次等待 男人被吓得惊狂 拿出小刀就刺向金武康 却不知对金武康来说 简直小事一桩 她一把抓住男人的手 轻轻松松地就让小刀滑落 金武康用她的家人威胁她 让她全盘拖出 男人在威逼下只能吐息 但金武康却提出了一个奇葩的想法 她盯着地下的小刀 让男人在她的腹肌上画一头 从这里到这里 不要搁得太深 男人对金武康这种做法很是无语 真是个风水 但也不得不从 回到家的金武康身上全是血脂 她没想到那个蠢货连刀都不会有 她的手不停颤抖 结果把她伤得比喻小了还要深 可看到惠真躺在沙发等她的那一刻 她满脸笑了 忍不住伸手抚摸她 可看到手上的鲜血时 她停住了 她要趁她没醒时赶紧把自己收拾干净 浴室里她还想着崔主管那个老流离 真是够精 派个人都傻乎乎的 到时候好把责任全推卸给 金武康越想越难受 她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然而在开门的那一瞬子 看到惠真愤怒的那一刻 她才明白 原来那个最蠢的人是自己 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却在成年后被迫商业联姻 可女人却并不喜欢她 但为了家庭利益 她不得不嫁离她 原以为男人也是在家庭的逼迫下 与她结婚 所以与她签订了婚前协议 却不知男人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爱上了她 婚后女人一直和她保持着距离 可男人却是穷追不舍 对她百般爱恶 这天她轻轻拉着惠真的手想要试探她 她选择逃避 但金武康却一点也不生气 慢慢地靠近惠真 笑着告诉她我会努力的 努力走进你的世界 惠真也是微微一颤 她越来越搞不懂眼前的这个女人 但她却想慢慢了解她 几天后里 金武康从上班后就开始变得特别忙 连周末都很难见到她 不过她每天都回到了对面的房子 还给她留下了关心的便利贴 而且每天中午都会有人来送她 还写上了爱的关心 中午要好好吃饭 记得想我 每当惠真看到这句话时 她的内心就会反复地问几字 我会想她吗 其实会想 并且还会感到烦恼 因为之前惠真一直控制自己不去想她 但现在已经坦然接受 金武康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会经常想她吃饭了吗 喜欢喝什么味的咖啡呢 还会偶尔主动联系她 告诉她今天的便当很好吃 很快又到了周末这天 周末是他们约定好在一起相处的一天 金武康早早地就来接惠真下班 在回家的路上 惠真问了她几个问题 你经常和朋友聚餐吗 最近没有 有同学会的活动吗 很少参加 金武康也满是疑问 怎么会问这个 直到惠真的回答让她破网了 她告诉金武康 自己对她没有伤过心 按说在结婚后 都会邀请朋友来家做饭 所以惠真提出 要不要邀请她的朋友来问 听完后的金武康开始颤嘴 但那却是开心引起 她转头看向惠真 我太开心了 没想到你给我考虑这些 惠真却是一愣 没想到这样的一件小事 她却笑得那么开心 自己的心也瞬间扑通扑通地跳动 她赶紧掩饰着绿灯亮 才结束这个话题 回到家后 惠真不知睡了多久 起来后到处都没有看到 金武康的谁 金武康 你在吗 直到在大厅里发现了地上的血迹 还有扔在地上 带着血的衬衫时 那一刻 惠真慌了 他们是一对签过契约的假夫妻 却不曾想 这是男人精心策划好的套路 为的只是想心爱的女人 留在她的身边 然而经过慢慢的相处 他们之间从陌生到熟悉 从不言到欢声笑语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因为惠真开始主动了 今天本是他们俩约定好 当一天周末夫妻的日子 可金武康的公司临时有事 他不得不离开 只能留下惠真一人在家 公司里的金武康有点失落 因为好不容易一起过个周末 还想亲自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给他吃 可现在全都泡汤了 而且给惠真打电话说 因为工作不能回去时 他也只是简单地回复了一句 他望着窗外的风景思绪万千 他有在想我吗 而自己在他的眼里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烦人的家伙 还是肆无忌惮的家伙呢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心里能留点自己的位置就足够了 而另一边的会真本想回自己的家 但在路途中觉得有点不对劲 金武康嘴上说着很忙 但还非要派秘书送他回家 他突然怀疑金武康可能不是忙 而是去打架了 想到这里他想去证实一下 但秘书却告诉他 金总是真的在工作 就算他休假也在处理文字 听到这里会真有点惊讶 因为和他在一起 他从没有看见他工作 而是每天为他做饭 打扫家里 还有接送他上下班 想到这里他感到十分愧疚 因为刚刚自己还在怀疑他干坏事 所以他决定买点他喜欢吃的去看看 偌大的办公室里 金武康还在忙碌 连敲门的声音也没听见 直到惠珍走进去的那一刻 金武康手中的文件已掉落了 他一度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没想到心心念念的人 进出现在了眼前 在看到惠珍给自己买爱吃的汉堡时 二是好几的他硬是笑成了个傻子 那一刻的他 有开心有难过 因为他好像要成功了 成功地走进了杨惠珍的世界 他们本是一对签了契约的假夫妻 在一年之后就会提出离婚 但从这天起 他们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金武康以保护唯有买下惠珍对面的小房子 得知后的惠珍有点生气 但还是逃不过金武康的撒娇耍赖 这时他才明白 他一直等待着这个靠近自己的机会 而自己也总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就这样 他们成为了邻居 自从金武康搬到对面后 他就时不时地叫惠珍去他家里 还每天早上打电话叫醒他 并且必须吃了早餐再去上班 中午就会做好便当送到药店 晚上还会包他喜欢的汤等他吃饭 每当惠珍下班回到家那一刻 他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有人为他做饭 有人陪他吃饭 还有人陪他聊天 而他们现在的样子也像极了真正的夫妻 不过倒是更像邻居夫妻 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们之间也越来越熟悉 直到这天晚上 惠珍向金武康道歉 对不起 我忘记了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 这时金武康想起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因为在他爷爷的葬礼上 那群凶神恶煞的大人中间 有一个和他同龄的女孩吸引了他 而他当时的表情一看 就是被迫来参加葬礼的 必说到这 惠珍立马就想起来了 因为那天发生的事 让他更加讨厌流氓 明明是扮丧事 他们却很开心 还喝醉酒打起了架 让葬礼现场变成了人间地狱 随后他关掉了房间的灯 冷冷地告诉他们 你们是怕死去的人太孤单 所以打算陪他一起吗 就因为这句话 所有人都停住了 而正因为这个举动 让眼前这个男人 一直无法忘记那个瞬间 可此刻的惠珍有点愧疚 因为自己想忘记很多事情 也包括这件事 因为他很讨厌 自己有个流氓的家庭 可这时金武康却突然吻上惠珍 告诉他 你可以忘记之前的事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重逢之后的一切